NBA带给球员金钱和荣誉的同时 也会带来巨大的压力 字母哥曾透露 自己在2020年差点就考虑退役了 但无论是心理压力 还是比赛带来的伤病影响 很多球员的表现 都未能达到外界的预期 本支影片 我们就盘点本赛季 最让人失望的十位球员 如果回想怀斯曼在2022年7月 下期联赛的四场比赛 那么勇士球迷对他的失望 也就显得不那么意外了 面对一众新秀 怀斯曼场均10.5分 5.5篮板 但依旧没能改掉老毛病 黄优手 黄手一顿缓慢 篮板能力弱 到了11月 勇士无奈将怀斯曼下方的发展联盟 然而这还不算尴尬 怀斯曼还经常被一些无名小卒打爆 一场比赛 和怀斯曼对位的球员14投12中 狂砍38分18篮板3盖帽 这名球员叫做Nemias Keita 是2021年的二轮秀 在勇士队 管理层对怀斯曼的工作态度着迷 对他的伤病感到同情 对他的未来充满信心 然而事实是 当怀斯曼在场时 勇士队的每100回合竞胜分 反而要下降27.4 是全联盟竞效率值最差的球员 无奈之下 失望至极的勇士 在交易截止日前决定将他送走 勇士队大聪明时代 就此告一段落 第九位 Trey Young 在季后赛前的球员匿名调查中 特雷扬被评选为联盟最被高估的球员 这一赛季 特雷扬未能入选全明星 三分命中率从上一赛季的38.2% 降为33.5% 没了三分球 特雷扬更加暴露了自己在防守端的弱点 同时 吹扬和慕雷的后场双枪 虽然进攻效率只能排在联盟前20% 但并没有达到1加1大于2的效果 2020年3月 特雷扬因伤拒绝参加训练 而与主则的麦克米兰开四 老鹰因此召开球员会议 而大部分球员都站在主教练的一边 特雷扬的领导能力遭到质疑 然而没过多久 麦克米兰就惨遭解雇 但目前有消息称 球队运营组已经得到老板的绿灯 休塞期可以随意做出阵容调整 而其中 就包括交于特雷扬的可能 2020年 当所有NBA球员都在用下跪的方式 对白人警察跪杀弗洛伊德做出抗议时 埃萨克却坚决不贵 因为他觉得这种方式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作为一位基督徒 他在教堂里为黑人祈祷 在他心中众生平等 能够让他下跪的 只有耶稣和上帝 刚进入联盟时 埃萨克凭借出色的静态天赋 被誉为是下一个杜兰特 或者加内特 但是因为膝盖韧带撕裂 他在过去的三年里 只打了35场比赛 这一赛季 埃萨克短暂复出 所有人都给予他祝福 欢迎他回到球场 先打了11场比赛 埃萨克就遭遇左内收击撕裂 赛季再度爆笑 可能这就是魔术的一号魔咒 从哈达威到麦迪 再到埃萨克 谁穿谁受伤 从一个天赋爆棚的防守怪 变成一碰就碎的玻璃人 埃萨克也确实让人感到遗憾 第七位 Russell Westbrook 赛季初 胡人以波二胜十负开局 排名联盟倒数第一 当然 这样的战技 得有人来背锅 很不幸 拿着4700万大合同的威少 成了替罪养 遭到胡人球迷和媒体的口诛笔伐 为了改进威少的进攻技巧 助教菲尔汉迪成为他制定了完整的方案 然而威少觉得 他并不需要 赛季中期 胡人将威少交易到快船 让胡人球迷直呼 天亮了 一位ESPN记者在节目中爆料 胡人内部曾将威少 视为更衣室的吸血鬼 在威少离开后 胡人也逐渐走向正轨 成功打入了季后赛 本西蒙斯的坠落 放映整个NBA历史都相当炸裂 当年他可是最佳新秀 两届联盟一访 三届全明星 但在26岁的黄金年龄 突然却不会打球了 这一赛季 西蒙斯为狼网出战42场比赛 场均6加6加6 把球命中率是惊人的44% 上一年 他跟七六人闹纠纷 再加闲了一年 原本以为他只是不想打球 没想到现在 却是不能打球 在七六人的最后一年 本西蒙斯场均能得到14.3分 每36分钟 有11.3次突破 获得11.2次罚球 然而这一赛季 他每36分钟仅有4.8次突破 获得7.2次罚球 对得分的欲望 几乎消失殆尽 在全明星赛后 蓝王主帅直接将本西蒙斯贬为替补 然而更让蓝王痛心的是 本西蒙斯的年薪高达3500万美元 曾经还有人打赌 说本西蒙斯会上演王者归来 但如今看来 失属希望渺茫 第五位 Carrie Irving 赛季初 在杜兰特申请交易时 欧文就开始坐不住了 11月 欧文因转发返游纪录片 引起巨大争议 被联盟竞赛半个月 还遭到了耐克的解约 最后不得不被迫道歉 等到赛季中期 就得回归正轨 战绩高居联盟第四 结果欧文因为续约没谈龙 直接申请交易 打了杜兰特一个措手不及 在得知自己的下家是独行侠后 欧文用心喜若狂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不过略显讽刺的是 6年前欧文在离开骑士加盟绿军后 同样也是用了心系若狂一词 但后来发生了什么 就不用多说 在和东七七组成东欧组合后 独行侠的左官概率一度长到了联盟第四 超过勇士 与七六人并列 然而没过多久 球迷就失望了 东欧不仅为能崛起 连附加赛都没打进 最后竟然还为了混一个3%的撞元签概率 独行侠还因摆烂 消极比赛 被联盟罚款 简直立了大谱 这一赛季 哥贝尔打得并不算差 当他在场时 森林郎的防守效率排在联盟前列 但是打得不算差 怎该是一位年薪3800万美元 手握三届DPO外球员所被欺望的表现 同时哥贝尔的个人表现 也出现了下滑 对手在内线面对哥贝尔的防守 命中领位57.5% 是其生涯最差表现 同时 哥贝尔的防守篮板效率 和盖帽效率 也创下了17-18赛季以来的最差值 防守端已经如此 更不用说进攻端 没有哥贝尔的森林郎 半场进攻效率要更高 显然 哥贝尔配不上休赛季的11人大交易 当时交易发生后 唐斯还放出豪言 哥贝尔来了 没有借口了 不夺冠 就是失败 随后 追猛格林便在评论区 连续回复了11个哭笑不得的表情 还收获了3200个赞 属实扎心了 现在看来 森林郎确实坐实了大冤重 和大慈善家的称号 第三位 Zion Williamson 从西部第一 到无缘季后赛 提湖原本一片光明 却在赛季中期 西安受伤后 发生了翻转 在胖虎初期的比赛中 提湖能够保持60%左右的胜率 但是没了胖虎 球队状态就持续下滑 在最关键的附加赛前 有记者问西安是否可以出战 而西安则表示 自己的身体虽然已经没有任何问题 但他要在感觉自己是胖虎的时候 才会回来 那意思就是再说 心理上 胖虎还觉得自己是个病猫 而结果也没有意外 提湖惨遭雷霆淘汰 赛后 提湖球迷对西安非常愤怒 有人表示 西安伤病痊愈 却选择休战 非要等到他100%恢复 但这一赛季 没有人是100%健康 输球 全赖他 更有失望的球迷调侃说 休赛期 西安需要做一个严谨的计划 好好确定一下 明年的25场比赛 到底该怎样分配才合理 是开局猛冲 暂时抢个西部第一 还是赛季莫强势带队 冲击附加赛 第二位 Jama Rant 莫兰特是联盟力捧的新星 耐克也为他推出了千名球鞋 只要莫兰特能成为 本赛季的MVP 最佳防守球员 或者入选最佳阵容 那么他未来5年的合同金额 将得到大幅提升 然而莫兰特却因为直播持枪事件 被联盟禁赛八场 声明陷入谷底 如果莫兰特因此无法进入最佳阵容 他的薪水损失将高达3900万美元 随后又有一段视频被曝光 莫兰特在夜店狂欢 地板上撒满了美金 身上还有一些不可描述的东西 莫兰特的疯狂 真的远超人们的想象 让喜爱他的球迷大失所望 此前莫兰特还放出豪言 我们在西部 没有对手 如今却在季后赛被胡人淘汰 正所谓 人狂有祸 莫兰特 还是太年轻 第一位 科外Lenard 曾经有失望的球迷 这样评价伦纳德 充电两小时 通话五分钟 讽刺他轮休大半个常规赛 最后也只能打几场季后赛 在快充和太阳的第三战前 伦纳德突然宣布膝盖肘杖 确定长期休战 至于什么时候回归 也没有给出明确答复 太阳这一轮 直接就躺赢了 名嘴A史密斯气氛地表示 我不知道他的常规赛轮休有什么意义 他简直就是历史上最无耻的超剧 在欧文和伦纳德之间 我会必严选欧文 在我看来 他甚至比伦纳德还要靠谱得多 在快船被太阳淘汰后 伦纳德方面才放出消息 G2结束 伦纳德被检查出右膝盖半月板撕裂 下赛期什么时候能恢复 暂且不知 快船年复一年 又倒在了伤病之下 而最让快船球迷崩溃的是 伦纳德的常规赛已经这么保护的轮休了 但依然没能撑过高强度的季后赛 所以小卡 给球迷们带来的不仅是失望 更多的是遗憾 和唏嘘 好了 这就是今天冷饭说的全部内容了 小伙伴们记得点赞 订阅 加评论哟 冷饭说 我们下回 接着说